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达基堪布的讲座非常精彩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向索达基堪布表示感谢 相信各位也有问题 想向索达基堪布请教 接下来就由在场的观众提问 师父您好 我想问的 就是说我也是在想 在初学佛和信佛的 这么一个条道路上走 我觉得特别难放下 您讲得特别好 就是再放下自己的这个很难 就是思想来不停地出自我 这个您能帮我排解一下 不管是佛学 时间当中呢 我们佛教讲一个暂时的 一切万法万物的真理和究竟的真理 要讲究竟的真理的时候 我也不存在 我所也不存在 包括你和我都不存在 这并不是光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我们通过微妙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我的确是不存在的 但暂时时务的真相来讲的话 我不用放下 佛教也是讲我是有解脱者 我从三界人会当中获得解脱 从我们世间当中讲 我是需要的 有自我的奋斗和自我的创新 自我的开拓等等 所以我想佛教的教义 并不是一句话把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开过 它应该有一种暂时究竟 或者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实物的真相 对我的我也好或者抛弃我的话 也是这样的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要放下我者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业 做一个事业的时候 首先是你要有自我的奋斗是肯定需要的 但是你自我的奋斗太强了 不顾别人 然后完全是把别人的事业完全放弃 甚至害别人 那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世间当中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在这种道理讲的时候 佛教都是讲理他心 顶礼大恩上师任波切 弟子是天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 名叫赵舒文 弟子的问题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到底应该是积极的大力的去做 还是应该低调而行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低调为了避免委员 另一种观点认为有的委员在所难免 这种刻意低调的心态 反而会成为最大的委员 相反应该在不违法犯纪 不扰乱社会治安的前提下 大力的弘扬佛法 请问上师我们该如何抉择 感恩上师 我们弘扬佛法学习一些传播正能量的时候 在有些时候是需要低调的 因为太高调的话 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 比如说有些在学校当中 在单位当中 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做得太高调的话 对自身也是带来一些不方便的 但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很害怕 很猥琐 一直受规矩 有些人一直处于一种担忧和欺人忧天当中 那这样的时候该做的一些行为 恐怕也是做不出来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有不同的善教方面 因此我们佛教也好 弘扬佛法的话 一方面要观察 它的因缘能不能成熟 需要有一种智慧 通过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在这样的场合当中 我应该高调或者带有一种热情的话 才把这个力量和正能量 可以传递和传播 应该没有问题的 在某些场合当中 如果我太张扬 太明显的话 不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成就 而且甚至自己和周围的人 也是带来各种不太合理的一些影响 或者作用 所以说包括像我是这样的 我首先应该是对周围的各方面 不受影响的条件下 比较随缘 但随缘当中也带有一些激情 也并不是完全是 随缘 不敢 肯定不行 很害怕 现在我们人的心态有两种 有一些人他是感性主义 特别感性 一下子就特别有激情 但是这种激情 短短的时间当中 又就像水泡一样灭了 又有这样的 有一些人好像也没啥感觉 做事情 烂烂闪闪的 这两种我觉得有点极端 因此弘扬婆婆也好 包括我们很多该做的这些事情 需要有一种智慧 而且有智慧判断之后 遇到一些违缘和遇到一些事情 因为你提前有预备 提前有安排 这个时候你有面对的方法和应对的方法 因此一般来做任何事情 也有好的一些目标 也有一些不好的注意 当然我们的愿望是大的 行为上从小的方面做 有一句话叫 高处作严 低处作数 这句话很重要的 我们的愿望有一种高瞻远瞩 又要理想 我们不能为数 应该要想大一点 做事情要从高处看 应该从高处看 但是做的时候很细的 一件一件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 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做的时候刚开始太大了 他没有想到很多的问题 一旦就是出现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面对 所以我想是需要智慧 您刚一进场的时候 一进场笑了两次 笑得特别和蔼 特别可亲 我想问一下 你每一次演讲都是笑着来吗 还是就是这一次 因为来了我们这儿 连着笑了两次 我至少也是没有哭着来过 今天我不知道笑了没有 其实笑的话可能无意当中笑的 也不是特意笑的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前几次就是在网上 你是藏族人是吧 前几次我在网上看到就是 有一个山东那边有一个本科生毕业的 然后他那个毕业以后去出家了 然后网上有很多种说法吗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说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 这个新闻我也看到 就是说是巴林河的美女 然后出家在四千两百米的地方修行 其实这个我觉得 在我们学院当中可能 如果这些新闻要出的话更多了 就是八年后 九年后的美女也好 帅哥也好 出家都非常多 因此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义来讲 也是非常正常的 汉传佛教当中 只不过可能有些年轻人来讲 有点稀有 也有这样的 但我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 作为出家的话 需要很多的一些因缘 不仅仅是你去藏地 你去汉地的某个寺院当中 出了家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 从世间角度讲 也有很多的社会责任 包括可能八年九年的 很多孩子是独生子 这样的话 对自己的家庭有一定的责任 因此我都并没有说是 很多人建议出家 但是也并不是建议不出家 因为出家的因缘 到了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也是 当年很多人制止我 控制我 通过各种方式来说我 但是我也没办法听别人的了 就自己选择这一条路 因此从历史上看 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出家 包括有些学士非常远博的 帝王奖项 这些都有出家的势力 因此我看到这种新闻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如果这些人全部都要写成新闻的话 那可能我这边是提供很多很多的素材 我是那个上师的弟子 在这里想些 上师的问题 上师您好 刚才您说在这个 现在在这个网络平台上 我们应该这个传播对争生有利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想现在在这个微博或者微信等这些平台上 也有很多这个公益慈善的内容 有些是这个公益组织发布的 比如说一基金或者是这个微公益之类的 但是还有一些是大量的个人发布的 我们也无法这个查证它的真实有效性 对于这种慈善信息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 然后呢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是一概的加以这个 是一概的置之不理呢 还是应该说是就是就是全是 全部去转发或者参与到其中 请您给开始一下 我认为虽然微博上呢 可以可以发一些关于慈善利他 或者说帮助别人的一些理念和信息 当然这个这种专法或者说是我们传递呢 实际上是有原则的 并不是只要是带有一种慈善的 带有一种这个佛法的 这些当中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一些背后的背景 也就是说 作为慈善呢 你要了解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慈善结构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了解 光说一个慈善的话呢 现在也是很多的慈善啊 有些加信息啊 有些对别人不利的 甚至也有一些非常不合法的 所以说我想我们要转发 我们要给别人宣传的话呢 我是这样想的 一定要用智慧来再三思考 这个完全是你认为是正确的话呢 你就有否则 你就可以传发 否则光有一种善啊 或者是慈善的话也不一定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头脑清晰的智慧 否则现在也有一些以善的名义来 实际上是造恶的 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 师傅好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是学上科的 就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同学会说 将来我们毕业了之后 要怎么找好的工作 怎么挣钱 然后呢 我可能是家里的 就是平常受熏陶的原因 然后那个父母会告诉我 这些东西都是不应该去追求的 都是无常的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心里就是很矛盾 然后希望上市开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然后怎么放平自己的心态 很多大学生共同存在的问题 毕业之后怎么样 怎么样 有车 有房 有钱 还有有工作 这是现在不仅仅是汉地 包括有些其他地方 国家 这些也是大学生比较关注的问题 这也是应该关心 但是我在这里说的是 我们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们很多大学生可能想得比较大 一定要一下子成功 一下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发财 升官 其实这种方法不是很合理的 从世间的一些 比如说成功的人的案例来讲 我觉得大学读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 能不能考得起 能不能找到工作 现在也是想就业的问题 也是比较严重的 其实你找到的时候 也是要一步一步地做 我以前看过新东风的于明洪 他大学毕业完了以后 在北京附近租房子 五十元钱一个月 当时他的工资好像一百二十元吧 但是他还是要租 最后跟这个家里 给孩子交书 然后他好像一年当中 五十元的房租都免了 就是到一年之后的家里 他还要继续教书 所以他当时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当然他们当时毕业出来的时候 可能钱不像现在一样的 但是我们很多大学生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大的 现在很多人 一般的一些企业 一般的一些工资 这些都不能满足 不满足的原因 你就听很多人说 这个发财了 这个有多少钱 这个一个月当中有多少多少 在这个时候 人自然而然有 本来是用两千块钱 你就可以足够生活 但是你的个别同学一个月当中五千块钱 一万块钱 那这个时候 心里有很多的盘比 因此根据自己的能力 我的想法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做事要做认真 但是你的欲望不能太大了 欲望太大了 做事很浮躁的话 恐怕很多事情 将来不一定是 对你自己所想象的一样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你前面的路是比较趋载的 也许是比较直断的 不管怎么样 很勇敢地去做下去 在这个时候 你会积累很多善的资料 对 您 您好 今天的拜见您 真的非常激动 我在微信上 这些也发表过 您是不是藏族人 我是藏族的在校学生 我在平时也发表过微信上 自己的一些 你们还有多少藏族人 举个数吧 那么多藏族人 我在微信上也发表过一些 自己抱怨的一些信息 但是我就感觉现在学生相互之间 情感这方面距离也开始在拉远 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这个时候自己心中也没有什么诉说的对象 特别是自然科学学习的时间也比较忙 很少关注到这些佛教的那种思想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从什么途径 来学习这些佛教的本质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过得更愉快 得到更多的那种幸福 这个你们的问题很其实啊 但实际上也很难以消除这种问题 因为的确这样的 现在每个人只要坐下来的时候 就开始自己看自己的微信 微博 还看自己的信息 包括感情最好的两个人接触 大概五分钟以后 开始各自看自己的 一般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家人也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家人吵架 也是通过很多方面来了解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互相没有共同的语言 就是各自看自己的 所以有些人说 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 各自看各自的信息是最痛苦的 也是最不好的情况 这也是跟社会和现在 虽然人举足在一起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和距离一直自然而然 被微时代已经拉缘了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更重要的 我们可能非常有意义的 包括一些传统文化的 佛教文化的 以及自然科学等 自己领域当中需要所研究的这些知识 很少完整地去学习 这一点我们佛教也存在 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讲过 我说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这些佛教徒 大德 他们是很了不起 他们肚子里面装了很多佛教的知识 为什么当时我们的信息还没有扩展 那现在呢 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包括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堪布 上师 他们也是天天用这些来 然后这个时候很少 他脑海里面装了一部分佛教的知识 一部分可能是世间的知识 同样的 你们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老师们 以前的老师经常看了很多书 非常多的知识装在脑海里面 但现在很多年轻的教授也是每天都说 在这个当中可能对你的知识有一定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很有必要一个整体性地去学习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必要有时候把书记关掉 现在很多人好像一个小时书记关了的话 心里不放心 就特别特别漫长 半天如果关记的话 那好像自己掉了什么东西啊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 所以我在佛学院的时候 很多年为了做一些事情 上午不得不开记 但是下午全部关记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自己还是给自己 留到一点时间 否则的话 好像我们就完全变成了科学的陆地 就是已经未时代的这种产物 我们就随着现在各种外面的 无法八门 乱七八糟的信息 每天都是 徒劳一直在用在这方面的话 那实际上自己得的 并不是很多的 本来我们很有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 佛教的知识 很多的理念 我们可以允养自己 应该是清醒自己 进化自己 很有必要的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全部被他们已经占完了 而且每一个信息都是如实的吸引人 一个一个都是 一下子一看了以后 如果我没有看 没有看这些东西 可能一个小时很漫长的 一看到这个 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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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儿 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有些信息 包括现在足球杯 也新闻上说 很多人一直熬夜看 最后都是已经 老血过度而死了 这些都是很可怜的 没关系 上师您好 我是天津大学的一门禀科生 就上师我是差不多从挺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佛法了 然后最近也是一直在读您的著作 其实我今天也是因为明天要考试 但今天还是专程来过来听您的讲座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就比如说今天我考试了 就是之前我复习了很多很多 我非常的精进 然后我非常的努力 但是可能考试的途中并不如我的所愿 就考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就有一些感觉不会考的 但是它却考到了 但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好像我做出了那么多努力 可是我的结果还是不如所愿 虽然说要随缘 但是心情上还是达不到那种境界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就算自己修行不够 应该要怎么样做得更努力一点 才能让自己的修行再更好一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关于欲望 就是包括我现在作为一名本科生 我的欲望也特别特别多 包括要家里比如说买东西啊 买我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去我想去的地方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去努力地去克制自己 让自己去调整这种对欲望的这种渴求的程度 但是有时候真的欲望一来 你就无法去控制对于这种情况 怎么都控制不住的情况该怎么办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社会都非常浮躁 因为有手机有电脑这些东西 无时无刻都在分你的心 就让你根本沉浸不下心来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会变得非常浮躁 请问就在这种浮躁的状态下 明明知道自己应该要平静下来 去努力去达到最平和的状态 但是还是会很浮躁 请问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要怎么让自己的心 在恢复到平静和安定当中 谢谢上市 他说出的三个问题当中 第一个就是我想我们在人生当中 可能经常会有一些没有达到自己更开始的目标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要求比较高 这个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想法跟不上 或者说是没有达到 这种现象在人生当中是非常多的 因此很多学生我们也希望 你在人生之路上可能要做好一些准备 准备是什么样呢 有些事情可能你所想象的会如严一场 有些事情最后一个空白 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你的考试也好 或者是你选择的工作也好 在某些上面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种心态超整的准备和方法 这种方法论很重要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有些学生和有些人 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自己所想的东西没有得到 最终特别伤心 最后自己的没办法生活进行调整 有这种情况相当多的 因此我想你一次的考试也好 或者说某个要求不到是正常现象的 比如说我经常在外面讲课也好 或者我在自己的空间当中 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经常有很多不是刚开始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美好的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还是非常乐意的心态去面对 因为这件事情促成很多的因缘 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 原来你的欲望 你的所想象 实际上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因缘 但是这个因缘需要许多的因缘 因此世间上任何一个成办事情也好 或者成功一些事业 这些都是不是你光是一个心灵的想法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 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得特别简单 做生意 有些人做生意很简单 自己预算一下 就这样很好 有些人一个朋友跟你讲来 对对对那我们一起合作 没问题就明天就开始了 就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做任何一件成功的话 实际上中间就需要有很多的因缘 这叫做佛教里面讲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觉得这是很重劳的 因此你在生活过程当中 一旦这件事情不成功的时候 也不能怨别人 一直抱怨社会 抱怨某某人 也不一定 也许你自己有一定的成本在当中 还有也不能自己因为这件事情失败了以后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兴趣了 现在生活当中的有个别人 在人生道路当中遇到一件事情已经挫败了 一件事情已经不成功了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勇气 这也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慢慢来的话 应该完成的 第二个事情 你说的欲望 其实我们凡夫众生都有欲望的 我看到《华严经》《普明品》当中说 如果自己态欲欲望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一心一意祈祷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直接趋入我们的心底 然后会减少你这样的烦恼 如果我们嗔恨心非常大的时候 也是一心一意祈祷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直接入于你的心 消除你的嗔恨心 如果你相续当中的愚痴 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茫茫茫茫茫的 我们人生当中经常有一些 非常迷茫的 不知道自己所做 该怎么办 但那个时候要一心一意祈祷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观世音的加持 入于你的 置入你的心 然后解决你的问题 指引你的光明指导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 的确也是很多人比较复杂 在这个时候可能 如果自己对学佛有一些兴趣的话 偶尔念一些佛教的教义 念一些咒语 我有时候心比较护躁 心比较烦躁的时候 所有的方面都关下来 念一些咒语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 好像是很多的烦恼和不平静就遣除了 这是一种魔法 还有一种方法 平时我们的心态调整方法 应该自己对很多事情 看得不要太执着了 因为很多的执着 自然而然 让我们的生活不平静 所以只要你心清净下来的时候 应该说自己的浮躁心 慢慢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自己有规律了 自己有方向了 自己有觉知了 有觉知力的情况下 所做的事情都是会成功的 上师您好 我是天津大学的英格毕业生 我叫董向斌 我在这里我想请上师为在座的有缘地众 现场受一次归业 感恩上师 这样的 有一些兴趣以后在网上 在其他场合当中 我们一般学校当中 主要是以交流为主 当然我也可以讲一下 比如说皈依佛法的一些理论 实际上佛法生三宝 就是佛法生三宝 应该是我们心灵的益处 那么这是 如果自己内心当中 对佛法生三宝 成了一个不退转的 称职的心形 并且自己也是有机会的时候 在佛像面前 在其他的地方 通过一种自己决心 就是我从现在开始 比如说今天在某个场合当中 在某个世间当中 在某种情况下 我就一心一意地皈依三宝 从此之后 自己也成为三宝弟子 天津教师姐 我是天大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可能是要将近那个走进社会时候的后悠 也许是那个大学四年的人际将往的一个心得吧 就觉得一个人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 还是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的话 就有点被社会抹圆的 然后有点可悲的那种 但是又觉得现在社会恰恰需要那样的 然后就不知道 确定的一个定位方向 大师 我想住进社会的时候 社会的群体是各种各样的人 有时候对待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人 这也是可以的 有时候可能有一种方式来对待不同的 那么我不是特别清楚你所问到的 具体的定位是在那样 但实际上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如果有一些智慧的话 我前一段时间微博上也这样发了 说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最初发现动机是一样的 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方法不同的话 他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要判断问题的时候 或者解决问题的时候 发现问题的时候 处理问题的时候 应该有一种非常细致的智慧去观察 他的内在的 许许多多的因缘 架构 成分以及离比等等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了解 对这件事情 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他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需要 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对他进行 比如说一个人他的一些问题 需要不同的方法 很多的方法 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传统文化是一件事情 但一个人他对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兴趣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通过各种方法 首先要观察这个人的心态 他的爱好 他的家庭毕竟 这个时候有不同的方法来 让他传统文化的理念可以提升等等 保护等等 所以这个是 我是想就是可能要有一种很 很细微的就是智慧去 似乎观察就是这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经常也说 具体的问题是具体分析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比较这个适合的 上师您好 我是天津大学大三的学生 其实我一直不属于一个浮躁的人 但是我发现我平时的念头非常多 比如说刚才 我就开始去了大活 然后发现被人告知这个活动已经取消了 然后我通过问我的朋友 然后来到了这里 然后我坐下来之后 外面很热 屋里很凉爽 然后我坐下 虽然身体平静了下来 但是我心里会出现很多的念头 因为我刚才是从健身房过来的 然后我就会在 我在健身房里遇到一个朋友 然后我跟他聊天 他是很胖的一位同学 然后我刚才就在想 这位同学这么胖 然后又在健身 然后我会祝愿他快速变瘦 然后在健身房里又遇到一个女生做服务 杨茂起座非常厉害 我觉得这些很乱的思想一直在我头脑中出现 我无法去控制他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西藏生死书 它有关于静修的一些话 然后就是说思想从头脑中来 然后也就要再让他从头脑中过去 思想来思想去 不要去抓住他 然后我发现 当我不去抓住他的时候 他就会反复地来 当我看到一些相似的东西的时候 之前走的思想他又来了 然后如果我试图控制他的时候 我反而被我的思想所控制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上师指点一下 谢谢您 你刚才提问题的时候 我的思想也比较复杂起来 一会儿我想要专注地提你的 有时候有点听不清楚 一会儿我想你可能问的 是不是西藏生死书的问题 一会儿想到刚才你遇到有些人的 有些态度方面的 你是不是有一些不满的心态 一会儿想问你是不是心里有一些疑惑 对佛教方面的 一会儿想你是不是对这个世间上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非常复杂的 而且我们佛教当中讲 我们众生的心有五十一个星所 我们从心理学上讲 人是一个心态 但是心态当中要分的时候 也有善的 也有恶的 也有不善 不恶的 这样的心态 在心底有个叫做阿兰耶什 阿兰耶什上面有它的种子 相当于它是一种仓库 白天的心和晚上的心 包括过去的分别念 现在的分别念 很多种子就出藏在那里 那么因缘具足的时候 随时它都会引发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当中 经常讲禅修啊 其实禅修以后 刚才你这些所想的 一会儿有一些苦恼 痛苦 疑惑等等 这些问题全部通通的熄灭 处于一种光明 空性 平静 轻松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这是我想很多人 应该需要在枯燥的社会 泛滥知识的 这样的社会当中 有时候自己的心 确实是平静下来 你就不太会修其他的 但是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 信心修习兽赢 你双脚打盘球 两个手掌压在膝盖上 这是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 全知龙青霸尊者 他的兽赢 心完全都已经放下来 过一段时间 我准备学院当中讲信心修习法 这个信心修习让我们的心态比较平静 比较和谐 放松 就这么一个状态 这种状态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很重要的 其他的 刚才你提到的《西藏神世之书》 里面也讲了一些关于禅修 关于经修 关于一些六著名方面的 为什么这本书还是在汉地 在西方是比较长小呢 原因都是 他这里面讲八世纪的莲花生大师 对人生的死亡 人生的一些诞生 这方面心识的道理描述得非常清楚 因此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科学在物质文明方面 它是非常有突破性的发展和贡献的 而精神文明上面 包括心理学的科学 也并没有特别深入地 去了解我们的精神层面 因此在这个上面 完全成了一种苍白 空白 这个时候佛教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 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法法 在这方面补充得很好 因此如今到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们 对藏传佛教有个别的一些 关于精神学说方面非常受欢迎 不但是受欢迎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适用的工具 这种适用的工具 也并不是谈到来世 或者过去 或者将来的 相当于是一种神话故事一样 不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些人们 特别讲一些适用 他需要有一种直接的方法 他不喜欢听历史 也不喜欢未来变成什么 每一个问题 对我的心里到底有没有帮助 在这个时候 我都讲到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 卫世代的时候 学习一些藏传佛教来 让自己的心态应该多轻松 多安静的时候 应该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意向不到的好处 这种好处可能有些无知财富不一定买得到 现在有些人虽然有车 有房 有钱 特别特别多 可是心灵经常都是处于一种恐慌和担忧还有焦虑当中 因此我们很需要一个真正的精神的粮食 有了他 我的身心应该是养得非常好 感谢科广的新传佛 无意的生意对这种新传佛团结到处到处 让我们将讲座的收获和体会发作热气的掌声 向所达及看部表达深深的谢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